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了我们面前这一幅作为主题宣传画 高跟也是把它作为自己最成功的人体作品 那现在惠宁首编正在重读英国作家毛母写的《月亮和六边诗》 他的创作原型就是保罗高跟 惠宁时间也借由这样的一幅作品 向这个展览再次致敬 向独居会演的收藏家楚经理先生致敬 向所有不平凡的人生致敬 惠宁时间 法国巴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